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以为终于可以脱离父亲的魔爪展开新生活的时候 不料才出了虎口的她又入了狼穴 在婚后遭到丈夫多次家暴 在人前她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还被誉为是最美照明 可在人后她只是一个长期受到亲生父亲和枕边人迫害的可怜人而已 到头来终究弄得个香香玉允的下场 都说虎毒不似子 但这句话并不适合所有人 尤其是摊上一个禽兽父亲的时候 1963年5月3日 刘玉璞出生在台湾的一户军人世家 刘玉璞家里很多书博都从军 她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 可对刘玉璞来说 她从小面对表里不一的父亲 只有不悦的记忆 刘玉璞的父亲表面上看上去不苟言笑 为人正派 实际上 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刘玉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 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 脾气也十分暴躁 刘玉璞出生的时候 就被父亲嫌弃 是个女孩 没什么好脸色 稍有不顺 父亲就对母女二人拳脚相向 对刘玉璞来说 有父亲还不如没有父亲 她的父亲只会打骂她 没有给过她父爱的温暖 没有享受过父爱就算了 从小刘玉璞还经常被父亲动手动脚 只不过那时候的她年纪尚小 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的她很懵懂 但出于本能也会害怕和反抗 可惜无济于事 这件事情给她幼小的心灵 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可以说刘玉璞的童年 是在父亲的阴霾下度过的 尽管生活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中 但刘玉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为了早日脱离父亲的魔爪 刘玉璞一直很独立 想方设法自力更生 十岁的时候 刘玉璞的父母工作繁忙 无暇顾及她 这给了她一个离开父母的好机会 随即跑去了寄宿学校念书 能不回家就不回家 没钱了 她也不会伸手向家里要 而是选择自力更生 半工半读 因此 老师对她的评价就是太独立 没有朋友 上天给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虽然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但刘玉璞很勤奋上进 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 凭借自己的努力 刘玉璞考上了台湾著名的传媒学校 世新大学 考上大学的她 被喜悦之情包围着 第一次感到如此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 她终于可以脱离父亲的魔爪 开始自己的新人生了 除此之外 女大十八变的刘玉璞出落得亭亭玉丽 容貌娇好的她 身边出现了不少追求者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能是上天垂涎这个可怜的女孩 也可能是她的外形天生适合进卷发展 上大学的时候 刘玉璞因机缘巧合 得到了拍摄口香糖广告的机会 拍完广告之后 刘玉璞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规划 她认为也许当演员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981年 邵氏电影公司到台湾一些传媒大学招聘演员 其中就有刘玉璞的学校 一向自立自强的她 知道只有多赚钱 才能真正彻底走出家庭阴影 让自己有安全感 所以 刘玉璞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跑去试镜 由于身材高挑 青春靓丽 年轻貌美的刘玉璞被邵氏选中 就这样 刘玉璞成为邵氏旗下的一名签约演员 正式开启了闯圈生涯 加入邵氏之后 刘玉璞拍摄了不少电影 可惜这些电影反响平平 而刘玉璞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1984年 刘玉璞出演了电视剧《以天屠龙记》之后 才一战成名 这一年 21岁的刘玉璞出演了《以天屠龙记》中的赵敏 以轻力脱俗的造型 秀丽出众的模样 走红港台影视圈 值得一提的是 刘玉璞还收获了最美赵敏的称号 这段日子 是刘玉璞最开心也最绚丽的时刻 可惜 这份开心并没能维持多久 刘玉璞走红后 她的父亲又动起了歪心思 时不时找上门骚扰她 此时的刘玉璞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安适适的小女孩了 她学会了保护自己 但是童年带给她的伤害 还是一直存在 无法磨灭 严重的时候 刘玉璞甚至会产生一些抑郁的情绪 为了能缓解情绪 找到精神寄托 刘玉璞信了教 心情烦闷时 她会去教堂做礼拜 赶走杂念 让自己冷静和沉淀下来 然而 令刘玉璞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才脱离父亲的虎口不久 就陷入了爱情陷阱 入了狼穴 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 刘玉璞认识了一个 叫张建忠的牧师 两人相见恨晚 相谈甚欢 很快就擦出了爱火 张建忠比刘玉璞大五岁 戴着一副眼睛 谈吐大放得体 看上去温文尔雅 更重要的是 张建忠不仅嘴皮功负了德 还用糖衣炮弹 把刘玉璞哄得服服贴贴的 而且他还很会照顾人 对刘玉璞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刘玉璞在张建忠身上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非常重视和珍惜这段感情 1985年22岁的刘玉璞 选择在事业巅峰之际 嫁给张建忠 结婚后 他与丈夫张建忠 去美国进修了很长一段时间 进修回来后 刘玉璞又拍了孤建恩绸记 金粉世家 新提笑姻缘 情深无怨游等多部作品 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刘玉璞势必能在香港演艺圈 留下浓重的一抹痕迹 后来因为丈夫想要刘玉璞在家相夫教子 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 刘玉璞决定吸引退圈 在家当贤妻良母 刚退圈那几年 夫妻二人还算恩爱 刘玉璞还先后为张建忠生下了两个女儿 度过了一段欢快的时光 然而 好景不长 在家相夫教子的刘玉璞 生活重心全都围绕着老公孩子打转 她彻底退去了明星光环 成为了丈夫眼中的黄脸婆 随着年纪的增长 刘玉璞的容貌不复当年 更是遭到了丈夫无情的嫌弃 面对一些生活琐事的争吵时 张建忠失去了耐性 暴露了凶恶的本性 张建忠不再让着刘玉璞 而是撕下了昔日温文尔雅的伪装 对刘玉璞重拳出击 家暴和出轨一样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刘玉璞是真的很爱张建忠 也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因此 她选择了默默隐忍 面对丈夫的一次次家暴 她一次次的原谅 殊不知 她的宽容和隐忍 反倒让张建忠变本加厉 长期遭受家暴的刘玉璞抑郁症加重 短短三个月内报售了差不多三十斤 精神萎靡不振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鼓起勇气提出了离婚 可气的是 张建忠虽然早就对刘玉璞没有感情了 但还是不愿意放她走 还表示要离婚可以 除非她净身出户 为了结束这段煎熬的婚姻 刘玉璞咬咬牙同意净身出户 她将拍戏多年的积蓄全都给了丈夫 并在2007年和丈夫成功协议离婚 离婚后的刘玉璞身体大不如前 她一直在和抑郁症和病魔作斗争 还写下了自己的抗争历程 其中有一段话令人十分动容 生命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还有很多动人的角落 所以要活着 活着去体验 活着去分享 打开心扉 让灵魂自由地飞吧 你会惊觉 生命 原来是一朵正在绽放的花 正在对你微笑 可惜的是 现实中的刘玉璞 并没能像书中的那样 表现得那么豁达 反而还受抑郁症 影响轻生了很多次 没有工作 又失去了丈夫依靠的刘玉璞 在离婚后无处可去 只能硬着头皮 回到了那个犹如噩梦般的原生家庭里 在那个家里 刘玉璞忍受着母亲的不理解 忍受着父亲对她的虎视眈眈 她试图求他们理解她 放过她 但并没有从亲人身上得到安慰 对爱情和亲情完全失望的刘玉璞 在抑郁症的干扰下 2007年 刘玉璞一下想通了很多事情 抑郁症有了好转 在这一年 刘玉璞还短暂地付出了一段时间 出演了电影《我看见兽》 虽然刘玉璞风光不在 已经不能当主演 只能出演小配角 但也算是赚到了房租钱 她拿着拍电影的钱 和在圈内一些知心好友的资助下 在外面租了一间小屋子 搬出了父母家 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除了平日里和一两位 真心待她的好友有联系之外 其余情况下 很少和外界有联系 2009年5月14日晚 刘玉璞圈内的好友多日 联系不上她 最终选择了报警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发现刘玉璞死在床上 从尸体上看 她已经去世三天多了 刘玉璞的一生极其悲惨 经历了不堪的童年 失败的婚姻 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 本以为当上明星 能逆天改命 重获新生 不曾想终究还是遇人不输 造化弄人 弄得个香消玉允的下场 这个结局真是令人痛心 没能好好享受 人世间的美好 对刘玉璞来说是一种遗憾 但这样离去 对她来说 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如果有来世 愿她能被温柔以待 正如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